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通过复兴的努力服务好全球十一家庭 让十一家庭的生活更幸福 更美满 通过什么的方式呢 通过科技引领 通过全球化 通过聚焦家庭的幸福快乐富足的N端的产品的提供 尤其是我们要通过C2N的战略 把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N端的产品能够连接起来 我们要通过有乐这个会员计划 是我们的所有的会员能够统一 为他们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服务 提供一站性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运警提出的时候 我跟各个方方面面有一些交流 大家最担心的 或者普遍那些疑问 就是说你们这么复杂 管理管得好吗 C2N打通容易吗 有了这样的会员跨界的这种管理 可能吗 另外有些投资人的话 也会有这种担心 一很好 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的空间 向上的空间 当然这样的空间能做得到吗 变成一个独角兽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空间 已经为复兴变成一个千亿美金的独角兽的话 已经把空间完全打开了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 这个打开空间的同时 我们能不能稳打稳打呢 你的资产扎实吗 是不是也会像很多高科技企业一样 一旦有一些爬坡爬不上去的时候 就会急剧的利润急剧的下降 碰到极大的挑战 那么我想今天跟大家汇报的是 在前面几位给大家汇报的基础上 我们形成这样一种愿景和战略的 背后的逻辑思考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逻辑思考 就是刚才我们汪同学提到的 这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和复兴本身已经具有的丰富的实践和具有的丰富的资产的基础和我们的人才的基础 这六个变化 刚才汪同学提到 第一消费者 随着GDP的发展 消费者的时间越来越值钱 对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大 也愿意为个性化付更多的钱 这是我们提出C2N战略的一个思考的原因 第二 在全球化方面 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有反全球化的力量 但是全球越来越秉平 效率 全球的资源的整合的效率 在不断地提升 这个无论是从复兴的实践 还是全球其他企业的实践当中 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了 这是我们复兴集团 还是要继续全球化的根本的一个逻辑 第三个 科技 因为科技 变成让我们的效率更高 从初步的一个科技发明 到科技的产业化的时间 大大缩短 大家有一个 都知道的一个事例 就是说 巴菲特老先生是不大喜欢高科技企业的 我觉得深表理解 因为在他那个时代 我们也曾经知道 从一个灯泡的发明 到灯泡的商业化 可能会经历一百多年的时间 所以投资高科技 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投资模式 但是今天的话 科技已经变成 科技变成一个产业化的过程 一级大大缩短 所以哪个企业如果不是科技引领的话 都是没有未来的 第四个 由于技术的发展 不同企业 很多人还在用一个词 说复兴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 我觉得这种多元的边界 已经越来越模糊 一个是产业链本身越来越模糊 你是做新零售的 你是做流通的 还是做制造的 未来产业的话 一定是C2N的整合 第二个的话 不同的 你是做旅游的 还是做化妆品的 不同的产品之间的 这种边界 产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所以这就是 我们说 我们不再是 主要聚焦于一个产业 我们聚焦于是一个家庭 我们聚焦是客户 我们回到客户 来重新定义 复兴的产业 重新定义 产业链的供应链 这个 第五个变化 现在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已经是 我们N端的 柔性化生产 已经成为可能 以前我们最早的 投资的库特 它就是让 工业化 但是 工业化的价格 但是能够提供 一件的 一件衣服 这样一种 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所以成本可控 但是呢 又满足 客户 对个性化的需求 现在的话 我觉得未来 包括汽车的 柔性化生产 都已经成为可能 当然 最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是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组织价格的变化 使复兴这样的一种 管理的 幅度比较大 一个是全球 第二个 又要涉及到 不同的产业 此成为可能 以前管理学上 有一个 非常经典的 说法 说 一个人 直接跟你汇报的人 最好不要 不要超过七个 但是今天 在基于一个 移动互联网的 信贷组织的话 这个已经 是一个过时的说法了 我觉得 更加有效的 像复兴很多的 我们更多的管理 都是基于 移动互联网基于钉钉 所以我觉得 虽然复兴业务复杂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组织架构 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上的 所以我们的效率 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大度的时间和决策 都是在 移动互联网上 都是在 电话会议上 所以 虽然复杂 智慧能够共享 但是呢 一点都不影响 我们整个的行动效率 所以真是基于 这个 这些变化的话 复兴的话 制定了 今天这样一个 战略 我觉得 我们这个战略 经过17年 经过这么几年的实践 我觉得是可行的 在一步步的 推行过程当中 后面的话 我们会进一步的 加强 我们的 Winforcent平台的建设 尤其是 全面推荐 有乐会员体系的建设 那这里面 第二个问题 想跟大家沟通的 我们打开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 这个成长空间 我们相信 当我们的各个产业集团 越来越强之后 我们能够做更多的 turn around的 这样一种 能力的建设 可以给股东 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我们相信 我们不同产业之间 可以相互的 协同 可以带来 更多的 价值的贡献 那这些的 同时的话 我再想告诉大家的是 复兴跟一般的 只是做互联网企业的 或者高科技企业 不同的地方呢 是我们 有非常扎实的 产业基础 和我们的 这个资产基础 这里面有张图的话 大家看到 复兴有我们的 基础资产 可以提供稳定 持续的 信金流节利润 可以持续的 夯实我们的 C2A的战略 我们有我们的 C2A的核心资产 最根本的就是 回到一家庭客户 为中心 能够制造 直跟中国的 全球的 幸福的生态系统 当然我们也投了 不少科技引领的 这个聚焦科技 与创新的 C2A的这个 这些企业 我在这里 想特别强调一点是 复兴在做 打开了一个 巨大成长空间的 同时的话 我们是步步为营的 复兴的每一步 都是很扎实的 这个步步为营的话 在两个方面 可以跟大家 持续的强调一下 第一个步步为营的话 虽然这些资产 在汉市 为复兴集团 汉市复兴集团的 整个回牢 家庭客户的 产业链 都是非常重要的企业 的同时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每一个投资 每一个这些资产的投入的话 它本身都是好的 它本身都是盈利的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会为了 战略而战略 这个在一个战略的指导下 我们就不屑代价的 去做一些收购 大家也 最近也看到了 我们对青岛啤酒的投资 应该说 青岛啤酒 我觉得对复兴的 整个战略来说 也是非常契合的 但是呢 我们在实际的把握上 和在价格的 价值的一个 把握上 都是合适的 第二个的话呢 步步为营的话呢 复兴的每一步 从刚才讲的 就是我们 徐提到的 从培育 到发展 到赚大的 每一步 都不是靠 烧情的模式 每一步都是盈利的 每一步都是能够 给股东 带来价值的 复兴本身的 现在的话 已经有了一个 很多的 一块一块的 我们说是 超级物种 这些物种本身 都在复兴这个生态系统里面 着战成长 但同时的话 我们的话 以前这些物种之间 是落关联的 有关联 已经能够为我们 这种关联 已经未能够为复兴 带来价值的 现在的逐渐的话 我们让它变成强关联 首先让它们变成 一个个的闭环 比如说 变成年轻家庭的 服务的闭环 变成 旅游的 家庭旅游的 一个服务的闭环 等等 我们更会 把这些闭环的话 一个个打通 变成一个 有乐的一个 会员体系 这每一步的话 都能够 像花学反应一样 带来更多的价值 所以我想说 这个的是 复兴所做的这一切 每一步都是 非常扎实 每一步都不是靠烧钱 每一步都是 不是靠一个想象力去做的 还是 闻找闻打 所以 这就是我想象当中 未来三到五年 复兴 要走的路 既我们有一个 非常大的愿景 我们要做 让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玩不同 我们真正要有爱出发 去帮助更多的家庭 去生活更幸福 但同时我要说 我们的每一步 我们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 所以我们必须温达温达 我们必须 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 不断地去变化自己 我们必须更加勤奋 我们必须比竞争对手 更快 0.01秒 我们必须要去坚持 永远要去坚持 去做对的事情 做难的事情 做我们需要 长时间去积累 才会成功的事情 所以我跟我的团队 会坚持做下去 坚持做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